一群人在河谷一个路 这里没有往 更没有训绕 慌乱的人们 试图找寻出去的方法 由于缺乏求生经验 众人只能在河谷寻找食物 这个男人叫大山 是众人中年纪最长的 他表示可以利用石头 召唤山神 但要让石头飘在水面时 所以变得陷 情深示范了 什么叫做不老 所以花想赶紧回家洗走 使出洪峰之力 注意看 他不如直接用高台 这时小帅坐不住 表示大家可以效仿 古文明制作机 有讯号就可以求救了 于是众人开始堆砌石头 堆了一层又一层 直到堆了七七四十九层 才发现这样没有用 忙活了半天 大家开始口渴 但没有煮沸的水 不能喝 只能效仿下克服 利用头脊接手 再用太阳能子外先消毒 一点一点力气 但极可难得的墙盘 阿强和活泼 等不及漫长等待 下一年 直接入狱服刑 这里洗澡那么方便 退花怎么不是你的